大大話說 隔蜜都陪伴了大家三年 新一年我們就說說自己了 嘩真是精彩 為什麼我們的主打顏色會是粉紅色呢 究竟粉紅色又代表什麼呢 今天就跟大家一半見識 歡迎收看隔蜜冷知識 我是阿牧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千奇百趣古靈精怪的問題 我們就幫你解答花繁為簡 用幾分鐘把知識塞進你的腦袋 喜歡聽的話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粉紅色pink 在英文的用語裡是很正面很有活力的 例如我說 My grandmother is in the pink 我媽媽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聽到都覺得很有血氣 其實in the pink是介意健康的意思 另外如果我說Lucy was tickled pink when her boyfriend touched her head 當男友觸碰她頭時 路西就會被鬥得粉紅色的 這個解釋是錯的 be tickled pink其實是解釋很開心 就是說路西被她男朋友摸頭 她就會很開心 顏色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人類可以感受到她的溫度 例如橙色很溫暖 藍色很憂鬱 這些都是很主觀的感覺 最開始粉紅色又給人一種什麼感覺 最早歷史記載的粉紅色 出現在公園前八世紀 古希臘斯人賀馬的史詩奧德塞裏面 其中一句就提到 When a child of morning Rosy Fingered Dong 究竟什麼是Rosy Fingered Dong Search一下 這一隻黎明的顏色 就被認為是最早的粉紅色 哇神氣初現的大地 是不是很有感覺呢 那之後的人類又是怎樣運用粉紅色的呢 他們又賦予了什麼意義給他呢 馬上飛回中世紀 看一看畫 在文藝復興時期 出現得比較多粉紅色的 就是宗教畫作 而且經常都在耶穌兩母子裡看到的 Why呢 粉紅色大家都知道是紅加白 混出來的 而宗教畫作裡面 紅色是很神聖的顏色 代表補血 而白色就是代表純潔無瑕 撞出來的粉紅色 就專用來表達接近神聖的感覺 嘩我講完都不知道自己講什麼 看圖算吧 例如這幅圖裡面 聖母抱著的耶穌BB 那件衣服就是粉紅色的 嘩雙手畫得像蘿蔔一樣 另外 這幅簡直叫粉紅聖母 哪一塊粉紅啊 就當然是聖母那塊面珠燈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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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當然沒有那麼膚淺 只有臉 這幅畫的重點 大家猜猜是什麼 是多花 這棵是康乃慶 這顏色就是當時的粉紅色 粉紅色康乃慶 在宗教的角度 有上帝之花的意思 又是粉紅色 又是代表神聖 不信扯嗎 給多一幅來看 這個簡直是天使下凡 向瑪莉亞顯現 預言即將懷孕 天使加白裂就穿著一條粉紅色的白摺裙 同樣也是表達著天使 是接近神聖的地位 就算不說宗教原因 粉紅色 在當時的藝術品裏面 如果出現的話 也是一種加分的顏色 當時要畫出好看的膚色 如果只是一味黃金錦 白曬曬 沒有來血色就差點東西 而混合粉紅色下去 就會將膚色的質感再昇華 而要調製出最漂亮的粉紅色 就要用到最新鮮最茂盛的紅色紫羅蘭 和白色聖若漢草 如果你這隻顏色都可以混合到 什麼女都可以混合到 貴族又可以 平民又可以 修女又可以 公主又可以 看你想要什麼感覺 說完畫畫 就說一些日常衣著 現在男人穿粉紅色 要不覺得你孝佬 要不覺得你瘋佬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carry到 但18世紀的有錢佬 就個個搶著穿粉紅色 因當時的紡織品、染色技術還未成熟 平民穿都是灰、啡、麻色那些 只是有錢人才穿得起鮮色衣 而粉紅這隻顏色 就是鮮色衣裏的奢侈品 那時很多貴族都會穿來突顯自己的地位 尤其是男士 因為那時 人們覺得這隻淡淡的紅色 和血液的紅色是同一類 都是象徵戰鬥、勇氣、犧牲精神等等 而說到真正的小粉紅 就是這位迷人Pink Lady 像一抹身的燕姿 她就是法國國王 路易十五的情婦 唐巴道夫人 這個女人厲害了 她自小就立志要成為國王的情人 不是老婆 憑著她美貌加智慧 她真的做得到 她搞到國王沉船 連朝政事務都被她作主 她一拿到的權利 就很興奮 她真的很興奮紅色 她不單止衣著要搭配粉紅色 也挺好看的 就連平時用的刀刀叉叉 什麼都要粉紅色 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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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頭 全部都是專人為她特別訂造 她這隻專屬的粉紅色 就被稱為 龐巴道粉紅 真是霸道這隻粉紅 也是因為這樣 霸道夫人 贈領了18世紀的藝術風格 和時尚潮流 簡直就是第一代粉紅教主 說到這裡 縱觀19世紀之前 粉紅色 一直都是沒有性別定型的 隨時男人還穿得多過女人 我這句話就有性別定型了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覺得粉紅色是女性化一些 其實是源於一本1868年美國經典小說 Little Woman 幾年前都翻拍過電影了 總之就是講那四姊妹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各自成長的故事 原著故事裏面 就有一幕講到 為了區別一對龍鳳胎的性別 這班姊妹 就在BB女的身上 綁了一條粉紅色的絲帶 而BB仔就綁藍色 由於這本小說實在太有影響力 所以這種性別代表式 就直跟在大眾的觀念裏面 加上20世紀初 有一個法國時裝設計師 帶起了的潮流 就更加加強了粉紅色女性化的形象 他就是時裝之王 Paul Pueret 大家看看 他設計的女裝 全部都是粉紅、桃紅、珊瑚紅 創造了一種女性服裝的色系 後來不同brand的行銷策略 和媒體宣傳的影響之下 就更加奠定了粉紅色 是女性色的印象 在心理層面 粉紅色也是一種很神奇的顏色 他被心理學家認為 是一種可以平靜心靈 減少暴力的顏色 瑞士心理學家 Alexander Schauss 他做過一個實驗 他將10個監倉 游成粉紅色 再和另外10個正常監倉比較 發覺這4年來 粉紅倉那班人 發生衝突的次數真的比較少 這樣就對了 我每天穿著我的black pink 衣服 那我女朋友就不會債刑 你這年不行 被人打到你black pink 不是的 粉紅色都可以的 有什麼分別啊老闆 你知道的 對了 這隻專屬的粉紅色 就是叫做 Baker-Miller Pink Shauss 經過長時間的實驗和調整 得出來的結論 科學都解釋不到 但是 在他的各種實驗之中 又真的達到真正的效果 是不是很想知道 這隻粉紅色的色調是什麼呢 以下 就是Shauss 公佈出來的顏色數值 讓大家抄下兩秒 那現在大家知道 格物為什麼會用粉紅色 即是說這個channel是充滿健康 快樂 神聖 貴氣 勇氣 犧牲 時尚 女性化 等等 不知道你們又怎麼看我們這隻粉紅色呢 劉桂賢 劉桂賢 歐草 真是時光倒流啊 關於粉紅色呢 阿輝都有些經歷的 不如跟大家說吧 早晨 實不相瞞 我對X是粉紅色的 迷人Ping Lady 無心跳加速的你氣 迷人Ping Lady 今次勾草臨不到 就這樣算 的啦 就這樣啦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